这婚我不解 春仙 爷爷时日无多 唯一的心愿就是看着你结婚 穿上吧 温哪儿等着你呢 这傻小子还不知道 首付陆家千锦的陆温呢 暗中服侍了他三年 不然他也会这么快 成为万众服务的营地 陆小姐 您最近体型保持不错呀 看来是能用它了 陆小姐 今天全场是您最美 还剩下一个 陆小姐 您收受肚子呀 好了 好看 傅哥怎么突然就结婚了 这新娘是你们圈里的 听说新娘背景不错 傅哥找个圈外有权有势的 也不错 不用想傅慎行的新娘 肯定是美若天仙 否则怎么能配得上呢 我这个做婆婆的 儿子结婚前 连媳妇都没见 这算什么事 我心里有数 你们别管 各位来宾 请用我热烈的掌声 有请新娘闪电 登场 我来我来我来 这就是傅养弟的新娘 傅养弟的新娘 傅养弟的女 别摆了 就一下下下 一下下下 你 你是谁 我是你的新娘温暖 我是你的新娘温暖 你 你是温暖 不是妈 还愣着干啥呀 赶紧找人封锁宣承 要是让人知道 傅哥娶了这么一个面容丑陋 提待肥瘦的女人 一切都完了 这哪是女人啊 简直是肥猪在血 还是脸上有疤的肥猪 别喷 我的天哪 会一定娶了这么一个女人 猪八剑 展示也不过如此吧 猪八剑 猪八剑还有三十六遍 还让这个要我说 就是老母猪经转世 你快别侮辱老母猪了 老母猪还有一双明媚大眼睛 她都没有 而且她脸上还有一大半 各位嘉宾 稍安勿躁 请安静 我可是冲着傅神行来 我就是想看他道歉 没想到取了这么个玩意 傅神行好歹是影迹 你说他取谁不好 非得取什么个玩意 你真的是爱玩人兽 重口味 你这个不知道什么物种的词性 请问你找我做谁 不是兄弟 别说了 来喝一个 你妈没教你怎么做人吗 你是记者就了不起啊 就叫随便侮辱人了 你个丑八怪 找人从还帮人说了 死肥婆 亲爱的 帮我拿一下 你这个整容脸 还敢在我面前说没丑 谁给你的脸 说谁整我大肥重 我看你这脸不见整的 这不屁股也是假的 亲爱的 拉我一下 拉我一下嘛 哎呀 放 哈哈哈哈 谢谢啊 呃 傅慎行先生 您是我愿意去 您身边的这位 美 啊 美女 作为你的妻子吧 我 傅慎行先生 您是我愿意 请你身边这位 美女 作为你的妻子吧 我 我 哎呀 愿意啊 哈哈 哈哈 傅哥这是被笑鼓了 怎么就答应他了 少废话 赶紧干活 一点消息都不能流出去 要不然 傅哥完了 哈哈哈哈 陆温子小姐 您是否愿意 我愿意 下面有请新郎 亲手为新娘 戴上祖传的 手镯 哈哈 哈哈哈哈 啦 辣员 太烤了 这是傅家祖坟的手镯 你收 不行 这是傅家二媳妇才能戴的手镯 我必须要戴上 我 我 我妈妈妈 啊对 你 盛星哥哥我帶上來 還沒結束嗎 啊 我是原路 婚禮是原班 安工 我終於嫁給你了 我給他吃飯了 貓 老公今天辛苦一天了 我們早點休息吧 你先睡 我還有事 對不起 你 有什麼事情 能比我們洞房更重要呀 你這 我溫暖 從今天起 我們約法三章 第一 你只是我負慎清法律意義上的妻子 跟你結婚 也只是為了完成我爺爺的任務 第二 我可以容忍你成為我的妻子 但我絕對不允許你公開咱們的婚室 易靜 她是影帝 不想公開也是情理之中 我作為她的妻子 就該默默支持她 第三 我們只是紙面婚約 至於其他的事 你下都不要想 終於婚姻也是婚姻呀 我怎麼就不能多想了 我相信 總有一天 你會喜歡我的 喂 爸 行業內排名第一的離島最近是不是要拍電影呀 你是投資方 能不能要盛行當男主呀 這些年 你給了他多少次元 現在他還要靠你 哎呀 爸 我們現在都結婚了 都是一家人 我更要幫他 行吧 那臭小子 要賊敢辜負你 我絕不見 那 那他當男主的事情 我會親自告訴他的 謝謝 拜拜 事情知道這個消息 一定會很開心的 不愧是我喜歡這麼多年的男人 真帥 你還在吃啊 記憶什麼身材 不知道吧 深香 你來了 我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 富哥 有個好消息 你的白月公杜如瓶 給你接受了離島的新電影 讓你當男主角 別亂說 只是合作關係 行了 你怎麼想的我還不知道 我一會兒去你家接你 你收拾一下 對了 過幾天有個電影 我得出差一趟 你都知道了 深香 其實 先生 杜如瓶小姐來了 換身衣服 也給我丟臉 杜如瓶 這幾年和我老公天天穿匪文 今天好好會也會你 接著 你 會不會 還會不會 你 在這幾年和我老公天天穿的 我老公天天穿的 你 在這幾年和我老公天天穿的 你 你 事情吧 这就是我们下部戏的剧本 你看哦 这里还有一段文心呢 你就是陆温暖陆小姐吧 陆小姐呀 你才知道我呀 今年的最佳女主角 想都知道了 那是 要不然 怎么能配得上身份 那块有必的身份呢 啊 对了 这个呢 是我从国外给你带回来的礼物 是我从欧洲买的梯间 这么好的料子 陆小姐 你一定没见过 来 我给你穿上 不好意思啊陆小姐 我不上了你的尺寸 这料子 和你衣服一样 不过在我家 这些都是当擦脚布的 你倒是挺有品味啊 往身上 你是对吧 老狗 陆温 这个陆温暖不是个擅长 你很尽不过 老狗 陆温暖 陆温暖 这个小声声 陆温暖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会生气 陆温暖 温暖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不会生气吧 陆温暖 我警告过你 别做这些丢人现眼的事 你对自己的身材没有数吗 非要穿这么紧真的裙子 陆温暖 那好像是全球限量款的裙子 价值千万 他就这么撕了 什么限量吧 像他这种又丑又穷又下 怎么可能买得起 陆温暖 你到底想做什么 还想丢人丢的不够是吧 你要是不想当富太太 我成全了 我倒是想当富太太 但是你心里把我当富太太吗 这钱你都找上门来 我总不能忍气吞声吧 收起那些不切实际的换算 我跟杜陆平 只是合作关系 鬼才信 李导的电影 订了你们两个当主角 这部电影很不错 有希望大报 陆平啊 这次感谢你向李导推荐我 我也一直想跟李导合作 圣星哥哥这没什么的 我跟陆师经常有些交情 内定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陆平啊 感谢这么多年你对我的扶持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可能就没回到阿姨的位置 圣星哥哥这些 是我愿意 董陆平啊 你不要脸 这些年在背后帮助附圣星 根本就不是你 陆温暖你在说什么 圣星啊 这些年在背后扶持你的人 是我 陆小姐 我知道 圣星哥他不喜欢你 你内心不愤 但你也不能貌认我的功劳呀 不是这样的圣星 陆温暖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附圣星 杜如平当年也只是个 十八线的小演员 他凭什么要能力帮你 陆小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 你的背景也一般呀 你又凭什么能帮到圣星哥哥呢 听好了 我就是陆师经常 福哥 福哥 大事不好了 你的婚礼视频 不知道被谁泄露出去 现在全网都知道 你娶了一个又胖又丑的女人 所有人都在笑话你 你已经掉了几百万粉丝了 是谁发生去的 发视频的昵称叫暖阳 而且IP地址在你家 暖阳 这个名字 好像是陆小姐的吧 不是我 我没 我说温暖 你给我出来 先生 你听我解释 解释 你怎么解释 我早就告诉过你 要不是因为爷爷 我根本不会去 你就不能好好地当你的四太太了 你知道家里有人 还非要穿你那紧身的裙子 裙子破了没关系 那为什么要冒出如瓶的功劳呢 现在倒好 把当结婚的视频发到网上 怎么 觉得我一个人在家丢脸丢的不够 把我发到网上 让他们嘲笑我 笑话我 视频不是我发到网上去的 发出视频地点 就在家里 不是你 是我 啊 觉得丢脸的是我一对人 做温暖 连脸都不要了 是吗 所以 你还是觉得我又胖 脸上也有吧 陆温暖 就不能恶自己的身材 有个清晰的认知 浑身上下 除了长肥 就不能长得脑子吗 困难世界 电影杀情 我们会举办杀情 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地在家待着 不要出来给我听爱 我让你送不成福太太 起开 谁还记得把雨之下的交代 谁还记得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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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实地会 告白 我要变成全新的自己 五神香 我要让你后悔 太太 今天我给您做的是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鱼 烧花鸭 烧足鸡 烧紫鹅 卤猪 卤鸭 酱鸡腊肉 松花小肚 是凉肉香肠 太太 您吃吗 不吃 您都五天不吃了 这样下去 恐怕身体撑不住的 陈姨 我真的不吃 陈姨 快快蹲上来 来了 来了 拍拍 这真的能行吗 你试试这么知道 啊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我瘦了吗 瘦了 瘦了 你可不敢再剪了 要是再剪下去 就瘦成变线杆了 哎 你眼角的巴也不见了 哎呦 这皮肤呀 现在像波罗克的鸡蛋一样 又光又滑的 先生 要是知道 肯定会 爱死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沙春业 你们的到晚 让我们沙春业 皇币升会 那路总 这次我的电影啊 您是最大的投资人 感谢路总 对我的定力支持 你倒客气了 这 都是我女儿的容易 对了 路总 听说贵千金是傅影帝的妻子 今天都没有欠 可以回去吧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的沙春业 今天可是傅影帝的沙春业 陆温暖作为他的妻子竟然缺席了 他呀 怕是不敢来了吧 之前网上都传风了 他长成那样怎么鬼死见人呢 他来了呀 绝对是扫兴 说的也是 胖得像刚 除了屁股全是腰 这也就算了 关键还那么丑 眼角的疤呀 还能吓死人 慧影帝也不知道是不是山珍海味吃多了 想尝尝糟糕 看 杜如平 舆论圈公认的四千年难得一见的美女 如平 你走在哪里都是焦点 那些男人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 我敢说整个荆州 没有人能比你更呢 杜到底 谢谢妹哥 您这一个人 陆小姐呢 那是谁好美啊 就算是娱乐圈的明星也比不上 什么杜如平 在她的面前都爱人失色呀 可是 这是谁家的千金小姐 就像画里走出来的公主一样 荆州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绝世美女 世家千金都不如她的万分之一 都说杜如平是四千年难得一遇的美女 我看还不如她的一根头个丝 可不是吗 一群内张眼的蠢货 一个不知死活的小贱人 凭什么和我比 我上次见到陆小姐的时候 明明不是这个样子 这位小姐 今天是我们的杀青面 无关人员是不能追的 这种女人啊 我见多了 无非就是看到这里有钱人多 想靠身体上位 真是低贱 还不赶紧滚 你觉得呢 你觉得我也是那个靠身体上位 该走的那个人吗 继续杀青眼 向南部招待外 外人 好一个外人 那我走 等等 你 你是不是温暖 你 你是不是温暖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怕不是陆温暖那个肥婆 怕给富隐帝丢人 故意找人装成自己吧 他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不过呀 和我们家如瓶比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还有 他这张脸明显就是整过的 怪不得长得好看 原来都是假的 陆总陆夫人 我去解释一下 不必 富隐帝 这个女人摆明了就是想抢如瓶的风头 您可得擦亮眼睛呢 你不过是杜如瓶身边那条狗 也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 你竟然打我 你怎么能打人呢 狗咬我我当然给让他长长记性 盛森哥哥 孟婷只不过是为了网回一个言念 说了几句公道话 既然这里不欢迎我 那我们走便室了 该走的不是你们 应该是这个贱人滚出去才对 该走的不是你们 应该是这个贱人滚出去才对 可鲜 你怎么来了 你就说工作忙 来不了 工作再忙 也得给你和我哥这对荧幕情侣通常不是 再说了 如瓶姐姐可是未来的影后 也不可能让什么人都随便踩一脚 陆温暖那个又胖又愁的蠢货 能嫁给我哥已经是修了八辈子福送了 竟然还敢找人来冲场 真是给我们附加丢脸 来人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贱人给我打出去 傅小姐 陆总陆夫人和李导都没说什么 你确定要自作主张赶我出去吗 陆总和陆夫人一向心地善良 知道你是陆温暖找来给我哥撑场面的 才放你一马 你要是再不知好歹死疲赖领待在这 别怪了不给你面子 我当时想走 傅小姐你来说 哥你快点滚啊 可鑫真是你嫂子 怎么可能这个丑胖子 怎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可能这个丑胖子 怎么会变成这样 太不像话了 这傅家的千金可真不通归去 陆总 我帮你教训一下 演得呀 陆小姐跟人欺负啊 哎 年轻人的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 暖暖怎么结了婚 变得这么能忍 管她是个小姑子 还是白莲花绿场 狠狠打一顿 看他们还敢不敢不说一句 哎 哎 太太太太太是我 我 陈姨来了 她能证明你是个冒牌货 我倒要看看 你还怎么撞下来 放她进来 啊 太太 太太 陈姨 你来这儿是特意为了揭穿她的吧 你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她就是陆温暖找来的女骗子 你说什么呢 她就是太太呀 什么太太 我看你是出门没戴老花镜 放了眼吧 哎呀小姐 你就是给我八副老花镜带着 她也是太太呀 陈姨 你是不是被陆温暖那个蠢猪给收买 她怎么可能是陆温呢 就算她瘦了 她脸上的疤也不会消失 陈姨 有我富可欣给你撑腰 陆温呢不能拿你怎么样 你就说实话吧 我的大小姐呀 你就是给我一百个胆 她也是太太呀 这 这 陈姨 这到底怎么回事 陆温暖怎么会变成这样 先生 自从你离开家去剧组拍戏 太太整天是闷闷不落 再加上晚上的留言罪语 太太为了先生 绝对减肥 我没有为了她减肥 怎么可能 就算她瘦了 她脸上的疤也不会消失 这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她去整容了 我的大小姐 我可是亲眼看见太太 一天一天瘦下来的 太太为了先生 那可是下了大决心呀 陈姨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呀 对了 你竟然走得急 你给李导准备的礼物 我给你送来了 你不说我都忘了 陈姨 早点回去吧 哎 借过一下 你们俩过来 把孟婷带下去 陈姨 我不知道她是您的太太陆温暖 如瓶 如瓶 我是你经纪人 你帮帮我呀 如瓶 这傅小姐可真好笑 连自己嫂子都不认识 还连横外人欺负自己嫂子 谁个臭胖子 竟然害了我 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 可惜 前辈这么大的事情 她都没有告诉你们家里 可见她根本没有外人 在 陆温暖怎么会认识那三位 陆温暖怎么会认识那三个人 陆温暖 你是怎么认识陆总夫妇还有李宝 哎呀哥 大庭广众之下不知羞耻 傅克星啊你说什么呢 她是你嫂子 就她 她什么生法可以做傅克星的嫂子 在我心里 我的嫂子就只有杜如瓶 你 别以为自己减肥成功了就能当我嫂子了 做我富可欣的嫂子 那可得才艺双绝 李导 今天是你的杀青宴 感谢你对我和盛行哥哥的提携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 可以邀请你挑支一路的啊 好 这杜如瓶成为明星之前啊 也是歌舞团的首席 今天啊要不是李导 我们还真的难得一见啊 是啊 只有李导才有这个面子 我们有眼福了 非常荣幸啊 看样子果然是如瓶帮我争取到杰瑟 这恩怯越来越难还了 看到了吗 这才是真正的嫌恋柱 不像那个死肥猪 就算减肥成功了 也一无是处 猜她呀 肯定是动了刀子整容了 肯定是动了刀子整容了 好 好 好 不愧是明星里面最会跳舞的 和傅慎行简直天生一对 就是 陆温暖和杜如瓶一比 简直就没法比 谁让她嫁得好呢 找到了傅慎行 这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措手可得 这人呀还是得看命 听到没有陆温暖 就算瘦了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靠我哥 如果没有我哥 谁知道你 竹瓶姐就不一样了 她不仅多才多艺外形出众 而且她还心地善良 处处为我哥着想 帮我哥争取机会 你觉得你跟她能比吗 可欣 闭嘴 哥 我说错识了 可欣 我觉得你是误会了 我可是听人说 陆小子之前的舞姿绝美 比我可是好太多了 只是 他不轻易展示吧 陆温暖 我看你怎么办 虽然没必要在你们面前展示 但如果一支舞 可以让你们闭嘴的话 我跳脸无所谓 陆小姐 你之前腿是有伤 能跳舞 这孩子就是这样 不顾自己的安慰 我来 把她拉住 不行 你不能跳 不行 你不能跳 听到了吗陆温暖 连陆太太都不愿意看 你还跳什么跳 相信我 我已经完全恢复好了 一支舞对我而言算不了什么 有的人就是不见黄河不死心 陆温暖 你能不能不要脑 这是杀青你又不是家印 你能不能大度一点 别人欺负到我头上 我也需要大度吗 你会不会跳舞 对我来说不重 你能不能老老实实的待着 你是怕我不会跳 给你丢脸吗 你从来都没信过我 陆温暖 我没有不信你 只是如瓶是我的恩怨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留点体 就凭他 一个小小的演员也可以左右离岛 陆温暖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谁才是帮你最多的那个 傅影帝老婆要跳舞 前友杜如平 他现在上来又有什么用 难道他觉得自己比杜如平更肤色吗 就是 可怜了这张绝美的小脸蛋 可惜少了点脑子 可惜少了点脑子 就他也配 哎 这不就明显不会跳吗 这不东施笑评吗 为了不输给其他女人 可真是什么风头都抢 这不是惹人笑话吗 哥 你看到了吗 如瓶姐处处给你正面子 帮你撑场 关键时刻呀 还能挺身而出 再看看这个陆温暖 能干什么呀 只会给我们傅家丢脸 爸 他居然真的会跳 他居然真的会跳 这怎么可能 他不是除了吃什么都不会吗 陆小姐是因为腿上有伤 要不是腿上有伤 这种舞蹈对于陆小姐来说 那可不是千而易举 不过现在能做成这个程度 已经很难了 为了我 他居然拼尽一切 杜如瓶与之相比 真的完全不值一提 不识心这眼光 真的没得说 没得说 不虚此情啊 太好了 陆温暖 我很欣赏你的舞技 我今年有三十二场音乐剧 我想请你做我的首席舞者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凭什么 我很欣赏陆小姐的舞技 而且 我的舞会很需要她 凭她是我妻子 陆盛小姐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调 乱乱 我知道 你偷偷跳舞 不就是为了给我惊喜 我告诉你 你做到 你说我减肥是为了你 跳舞也是为了你 乱乱 你的心意我知道 但今天你不是出去 你让如瓶丢了面子 她会被全子林的人去笑 就是 你身为我哥的妻子 根本没有为我哥着想 今天你只考虑了自己 想着自己出风头 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我嫂子 再看看如瓶姐 人家处处为我哥找 想替我哥考虑 还帮我哥争取资源 有项羽啊 可敬 别说了 娜娜 别闹 回家吧 今天 她才是玩偶住我们的小体 你是觉得我抢了杜如瓶的风头 娜娜 这次跟李老的合作 是如瓶利剑 前段时间 我的工作失利 也是她一次一次的在帮我 你能不能不要再闹 我胡闹 傅春香 你就这么堵定杜如瓶才是你事业上的贵人 难道不是吗 如果不是如瓶姐认识李老 我哥哪来的这次机会 在我心里 如瓶姐才是最值得我哥辜负的办理 怎么 你不会觉得 你才是我哥的复兴吧 我拼近一切 接近全力扶持她 在她眼中就是不懂事 就是胡闹 这就对了 有什么事啊 我们回家再说 这个还你 什么意思 傅太太 可不错 啊先生 你又回来了 卢吴男人呢 啊 太太她 卢吴男人 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离婚 复应低扎耳朵 是什么时候拢的呀 卢吴男人 你闹过了没有 哪有你和杜如平闹 我跟杜如平 根本就没什么 只是他对我有问 爷爷现在身体也不大好 要是知道我们离婚 他一定会信你的 好 不离婚也行 但是 我们得约法三章 卢吴男人 第一 没有我的允许 不可以进 行 第二 这个家 我说的算 第三 如果你和杜如平 再闹出什么绯闻来 我会直接告诉你 好 带好了 下次不要再给我了 陈姨 把她所有的行李 给我丢去最偏僻的房间 比我越远越好 先生 这 没听到她说什么话 这个家 以后她说一次 陈姨啊 啊 她在做什么 太太一大早起来呀 就自己做香水 说是要当礼部送出去 太太真是心灵手巧 先生 您真有福气啊 还算她有良心 知道做香水给我 谁醉 好嘞 你干什么呀 不温暖 就别装了 我知道你是送我了 离婚的事啊 我可以进王不救 你怎么知道 这是送给你的呀 那不是送我的 你是送给谁的 我爸妈养了条狗 这是送给狗的 在我 五分万 您又笑什么呢 啊 妹妹 妹妹 没笑什么 先生 还不如一条狗 穿着吗招摇 你要去哪 招摇 哪有我们复影的一招摇呀 每天像都啪口雀 看见个女人就想往前凑 温暖 你给我站住 啊 温暖 温暖 傅哥 您真是跟嫂子吵架了 我刚看嫂子跟朵温神一样 车速嘎嘎快 你说这什么意思 那个 那我们要去追嫂子吗 追什么嘴 你是不是没事干 好 陆温暖 爱吃哪去哪 帮我查一下 陆温暖 去了哪 见了谁 好的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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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港口代言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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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计和陆大小姐搞好关系啊 那以后你要什么资源 都没问题 陆大小姐一定会喜欢的 陆温暖 你认识啊 都是她 害我在杀青宴上丢脸 连如瓶都被她欺负的大哭了一场 你个小贱人 你敢欺负杜小姐 杜小姐 你像小气 我去给你夫妻 正好 让这个蠢货去教训了我 你是谁啊 你知道陆氏集团是什么地方吗 是你这种人能来的吗 赶紧给我滚出去 让我滚 你去听 哟 我可是傅影帝专门派来 跟陆氏谈合作的 怎么 你敢得罪傅影帝 听好了 我是陆氏 亲亲陆温暖 这次的广告合作 我收拾 什么 你是陆大小姐 如果我帮如瓶搞定了陆大小姐 她肯定会感激我的 陆温暖 你不能仗着你姓陆 就冒充陆家大小姐的身份吧 陆温暖 你还真是不要脸 昨天让如瓶颜面扫地 今天又来抢她的广告代言 你的手段可真下走 迟早让人扫地出门 你刚从卫生间出来吗 嘴巴这么臭 温暖 就算是孟庭拆穿了你的心思 你也不能动手呀 再说了 是你冒充陆家大小姐的身份在线 孟庭只不过是说了实话 想让你及时回头 你也太不知好歹了 好啊 你敢冒充陆大小姐 你活腻了吧你 你们不配合我说话 周成人的 周导是你能见的吗 好啊 过来 要把那见人给我带上去 你确定要这么做 你就不怕被杜如平连累 连金舟都带不下去 吹什么牛皮呢 沈俊知道吗 那可是傅永帝身边的红人 他可是我表哥 把你丢出去呀 陆氏和傅永帝都亲近 吹俊 我们真的不告诉郑浩阳 陆温暖就是傅盛行的太太吗 你可不用我 都祸死罢了 只要能恶心的温暖 我管他下场事 你说我是假的 我就是假的了 像你这样的 我一晚上弄完好几个了 你说你是真的 你拿出证据呀 虽然我们都没有见过陆家大小姐 但是他的事迹 我们都有所听说 他不仅情奇说话 样样精通 还擅长做手工艺品 陶瓷 雕塑 甚至调香 都是大师级别的 他品行善良又高雅 还资助了不少贫困山区的儿童 他简直是我的偶像 像他这样的人 怎么是你能冒充的呢 听到陆大小姐这么优秀 你也知道你的差距了吧 山鸡哪能变凤凰呢 我才知道 你这么出来 像陆大小姐这样子的人 我们都会仰慕的 温暖 我们给你留点面子 你就赶紧走吧 我让你走了吗 想跑 没门 宝安 把这冒牙锅给我抓住了 宝安 把他丢出去 杜伟平 你就不怕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要惹了这么不该惹的人 别管我好下去 你也配 我背后可是副影帝 会怕你个冒牌货 听好了 现在立马给我跪在地上学狗叫 我还能饶你 不然 要是让陆大小姐知道了 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那我倒是想看看 我到底会不会吃不了兜着走 他一点也不怕 难道真的是陆家欠金 这没人 你说陆家大小姐出门 身后没能有个三五个好样的 对呀 哎呦 像你这样的整容脸 也可以冒充陆大小姐 好 如果我的身份可以让你们闭嘴 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陆家大小姐 就算了 我到你了 哎呦 哎呦 装的还挺像回事儿的 周大 您就是陆大小姐 真是陆大小姐 这个号码可是李老亲自给我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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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李导和陆氏集团合作了这么久 还能不知道陆大小姐 这其中 您都有什么误会 这 陆小姐 要不您亲自跟李导打电话确认一下 陆小姐 要不您亲自跟李导打电话确认一下 哼 不敢了 弄馅儿了吧 别高兴的太早 今天你们质疑我的事情 我要和你上去 陆小姐 陆小姐 已经到了 见证上了吧 她居然真的是陆家大小姐 怎么可能 如果她是陆家大小姐 那我刚才 还夸得那么起劲 丢死人 见识见到了 就是他们不太相信我的身份 还需要麻烦你导 包子的事情 您呀 瘦给你去了 这样 你让周城寄电话 我跟她说 周城 你说不要干 不要干 你个老混蛋 跟我说 阿高尔蒙封师傅 李导 陆小姐 射头是误会 您太大量 刚刚 我可是听说有人让我学狗家 怎么可能呢 您听错了 您陆大小姐千金的身子 怎么能干这事呢 我叫 我叫 堂堂陆大小姐 莫非要仗势欺人吗 懂不懂得得让人出钱了 我这样 周浩阳也是为了维护你 周浩阳 你可真是做的一手好人 我但凡不是陆家千金 雪狗叫的就是我 刚刚怎么不见你自我叫欺人 你这不是好人吗 陆小姐 你就熟了我吧 是他自己的东西 陆小姐 咱们还是要以项目为重 这条小事就交给我们行吗 项目可以继续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您说 把它 给我踢出去 我 这 陆小姐 这项目虽然是你们陆式投资的 但也只是部分 这个项目是附身行影帝的 他才有最终的决定权 而且 陆平也是他定的代言人 别废话 反正杜如平 他不够格 听说陆小姐心灵手巧 更是难得一见的调香高手 刚好 杜如平也很广泛 不如你们比试一番 要是他赢了 你就让他留下来 怎么 知道我陆家千金的身份 怂了 刚刚的高耳镜呢 陆平 还是有点影响力的 陆小姐 要不是您陆式千金的身份 您好像也没资格 站在他前面了 要不 您展示一下记忆 好让我们说的心出口福呢 好 正好吗 不温暖可是调香高手 我怎么能给他挂 放心 既然是我提出来的 这肯定有办法 德老怎么样了 布哥 你明明很关心嫂子 当然说不好吧 你是不是不让他 哎呦 别 玩笑 就是个玩笑 我已经查到嫂子在哪 快说 陆氏集团 陆氏集团 他去陆氏集团做什么 这谁知道呢 也许是想要帮你争取资源 也说不定了 走 去陆氏集团 冷冷的做事毛毛嫂子 他得罪了人 又得我帮他 是 哦对了 给陆氏每个人订一份小蛋糕 以负担来的名 是 是 是如瓶点话 你先去先问的 怎么了如瓶 请我当评论 好 她的东西真有专业 你在干我 不知什么 我能赢我 放心吧 洛小姐 一会比赛 还是评委 还要担心 收到 我一会儿可是请了 顺琴哥哥来当评委的 你可不能偏心 虽然我不怎么会调香 可是有郑浩阳愿筹为我 今天 我要让陆氏暖摔个大跟头 最好让顺琴哥哥看得清清楚楚 我说好了 周导演 你也在 我这不没办法 周导遇到难事了 陆氏暖 周导演 你这是陆霞大小姐 什么陆霞大小姐 那是傅哥老婆 我嫂子 你嫂子 哥 嫂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是是是 傅哥找你找得很辛苦 哇 表哥也和陆氏暖热的事 这还怎么比 哟 陆小姐 你也在 怎么 不可以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只是 你好不可以 老婆 沈俊也和如瓶认识 看样子 大家都是奉奉之交 沈俊哥哥 你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 傅先生 您可算来了 刚才 陆乃欺负如瓶小雪 看不起她 还要把她赶走呢 沈俊哥哥 我委屈一点没什么 可是我担心你的名声 你又是谁 你又是谁 我是沈俊的远方表弟 我叫郑浩 你刚才说 温暖欺负了杜如瓶 是啊 千真万确啊 要不是我帮着如瓶小姐 如瓶小姐 可惨了 陆乃欺负了杜如瓶小姐 我刚刚才知道 杜小姐要和嫂子 一起参与广告箱吗 傅大爷 嫂子是陆家大小姐 这事 怎么就怎么说 刚差两遍 什么 嫂子是陆家先接 怎么 你都不知道了 盛俊啊 这些年在背后扶持你的人 瘦了 难道 她说的是真的 周超 别跟他们说了 跟他们说了 他们也我不信 我没有说我不信 这些年 我的资源大多来自于陆氏集团 如果陆温暖 真的是陆氏大小姐 也的确有能力做这些事 杜如瓶 好像没那么大能力 盛俊哥哥 你怎么了 你 跟我出路 神经哥哥 你身上什么味这么重 陆小姐 一定要分开呢 这 这不是周浩阳做手脚的香爽吗 怎么会在我的脑里 一定是陆路暖那个贱人 他就是想让我在圣仙哥的面前出手 圣仙哥哥 这肯定是有人在故意害我 你是想说 罗温哪不是像 他肯定是怕我抢走他的风头 故意想让我输掉 圣仙哥哥 你可要替我做主的 什么物品啊 你这别装了 圣仙哥哥 你什么意见 我再问你一遍 圣仙哥帮助我的人到底是不是 我再问你一遍 这些人帮助我的人到底是不是 当然是我了 不然还能是谁呢 你当年不过是个十八小年小人 你怎么可能有能力来胡说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我跟陆是 够了 你还在闯 我都知道了 圣仙哥哥 我不是有意的 我当时是你误会了 我实在是想跟你近一点 所以我才 圣仙哥哥 陆是真的喜欢的 当天婚礼的视频是你发出去的 时间刚好是你去我家吃饭 圣仙哥哥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陆温暖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怎么 一个浑身发着恶臭的女人 特在伤我 快 以后别再出生的娜娜的面前 娜娜有任何危险 我都快来找 还有 香水董告计划 你就没必要参与 陆温暖 都是你害的 如果我都知道 你也别想得到傅师兄 月嫣 暖暖的事 我都知道了 臭小子 这下知道暖暖的好了吧 好好正义他 敢欺负人家 我打死你 有空带他回家来看看我这个空草老人 知道 傅哥 您就这么放过杜如瓶吗 这有些人啊 活着 彼此怎么 通知下去 公司以后 不允许有任何人 给杜如瓶资源 是 那嫂子那边 是我不信的 我还羞辱她 使我亏欠暖暖的太多 陈娟 这些事 先不要告诉你 我不想让她 因为这些小事 现在 处置杜如瓶 保护暖暖 才是我最重要的事 我想让暖暖 同心爱上我 而不是因为恩情 一会儿是其他的事 我不希望我们有感情 参加别的事 杜如瓶跟香水的事 我觉得是有奇效 你去调查一下 是 什么陆家大小姐 还不是被人遗弃的祸 不引地对儒贫 那可是情有独钟 有些人呢 再怎么努力 也是无用 陆先生 把儒贫小姐叫出去 肯定是为了提前关照 想让她赢了比赛 肯定是的 陆温暖 就算你是陆氏千金 也得不到负一帝的喜欢 你这辈子都比不上如品 你是什么评论的狗啊 叫得这么难听 你是什么评论的狗啊 叫得这么难听 你说谁是狗 说说你们都在这 你有没有随便打人吧 打人 你们未免太看了自己的狗 穷打 这打都是疯狗 这什么评论啊 这是 卢平 你可恨回来了 陆温暖 他打我 陆温暖 盛行哥知道你的身份以后 特地跟我说这个广告不拍吗 他怕你欺负我 他心疼我 给我找了别的呆 这个广告 你就自己拿去玩吧 陆温暖 消息好闻吗 果然是你 陆温暖 你害得我在 盛行哥哥面前出手 你信谁都能收脚 你自己信你清楚 还有 你以为你的肩膏 还能走多远 陆温暖 这圈子不是陆氏 一家独大 咱们整个桥 我告诉你 这辈子 你都得不到 盛行哥哥的爱 记住 我说 陆温暖 我再也不会信你了 从今天起 陆氏集团 不许给杜如平提供任何费 陆平 陆氏可是圈子里的龙头 这相当于封杀了你九成的资源 闭嘴 走着瞧 离开了陆氏 我这样可以混 风生生气 比赛取消 枪水广告代言员 我会找其他人 富远迪威的美人 可真是下了血本 违约金可不少 难道 我们回家说 我会向你亲自解释 解释 没必要的 我不信 我不信 在处理 给你好好请示 流氓 流氓 妈妈 妈妈 她真的生气 祖宝 怎么 闭嘴 让你查的事 查的怎么样 哦 查到了 闭嘴 让你查的事 查的怎么样 哦 查到了 太男人了吧 她 这个是视频证据 是郑浩阳 想在材料里面 动手脚 想让嫂子输了比赛 没想到 嫂子给发现了 就顺手把香水 塞到了杜鲁平的宝 郑浩阳是你亲戚 就远方亲戚 是她父母找我 让我给她找个工作 我就把人带过来 好呗 傅先生 您找我有事啊 消水比赛是你动了手脚 想让杜鲁平衣食吧 傅哥 想给杜小姐出炉气 你知道什么 这么说 哦 是我呀 我一直都在帮助杜小姐 那个路过暖的 他处处在那杜小姐 他仗着自己是路加千金 他非要跟杜小姐走 你看看那伤女 你看就是整的 他之前那么丑 所以才不敢露面吧 傅先生 您可得好好帮助杜小姐 交集一下那个路温啊 真是没救啊 这么说的 你是陈月 要动我手脚是吧 是我呀 我就是看那个路温脑手 你也不让不得感谢我 但是我应该做的 你很好的 沈隽 把人带下去 好话关照 来人 是这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你帮着别人欺负他老婆 你觉得他是什么意思 路温老师傅先生的老婆 傅先生 我不知道 傅先生 你 老婆 你干什么 回家 走开 你自己没车吗 我车坏了 拿去修了 那不认你这开胃 我可不好带你自己啊 你怎么不让正好杨送你回去呢 你不是很信任他吗 他可是个大好人 是不 你干嘛 别乱动 再乱动 我可不保证做什么事 你干什么傅师傅 你不会当自己了 只配做副驾 那里 他现在专属为止 你放下 今天的事 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 陆小爷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傅哥的老婆 我别在直接暖暖的面前 我慢点 暖暖 郑豪阳 我给你教训过 你可满意 原来 他是教训郑豪阳的 暖暖 你误会我 是不是 给他回去 暖暖 你误会 是不是 该到我家 杜先生 你被德村进尺 杜如瓶的账 我还没跟你送 你还想让我道歉 不道歉你也行 要不 我晚上搬回卧室 当然 不行 暖暖 好好好 我给你道歉 行了吧 对不起 不够 叫老公 所以 你还是觉得 我我胖 脸上也有吧 陆温暖 你就不能对自己的身材 有个清晰的认知 浑身上下 除了长肥 我就不能长得脑子了 困难时间 电影杀青 我们会举办杀青的 我希望你老老实实的 在家待着 不要出来给我救人 否则 我让你做不成福态的人 齐 你就别管了 至于其他的 陆温暖 原来你故意接近 我是为了不让我去针对杜如平 好 我成全你 难难 你给我给你解释 好 你说 我听着 难难 我 傅哥 杜如平在记者面前 爆料嫂子 陆家千金的身份 说嫂子仗势欺人 逼着他 退出了相许广告拍摄的项目 甚至抹黑 他在给大家买的小蛋糕里 吓死不 好像很多人出院 我暂时就是陆家千金 他能和盛情络在一起 都是说明我们家的关系 真的吗 谢谢 不是 傅哥 还没说完呢 杜如平说你 跟他是天作之和 是嫂子 都没有了家族势力 强迫你们俩的分开 现在 杜如平的粉丝 都跑到 陆氏集团的官博下面去留言 如骂嫂子 还让嫂子出来抱歉 我早就因为小蛋糕了 是神经医院了 这就是你不让我管的理由 不 这就是你不让我管的理由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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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离婚 我给你们疼地方 别来我面前挨 你给暖暖 暖暖 暖暖 哥 傅哥 你在听吗 我让你闭嘴 你没听到吗 傅哥 我怎么知道 立刻过来接我 喂 喂 我感觉我的经纪人生涯 就要到头了 你是不是没脑子 不知道我在追暖暖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不知道吗 我着急嘛 我让你闭嘴 你买你了 傅哥 你要回家吗 去个南乱城场子 去杜如平的拍摄现场 嫂子生气了 傅哥 你听我的 买点礼物回去 其实女孩很好哄啊 而且我觉得 嫂子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这就是你最近为止单身的理由 不带这么人生动机的 我怎么回去啊 您这事 我给他们疼地方 等夫人已经回来 你告诉他 找个时间 我们去离婚 大哥 你别生气 先生 也不是有意的 您看你 说的 是 正太 您不能走 您要是走了 那不正随着小三的意吗 再说了 先生有错 让他跪搓衣宝 太太你看 这是我今天心里的搓衣宝 能巧分明 保证 让人跪上去一次呀 就长记性 这种吃里排外的男人 我才不喜欢 祝他们百年好喝 白头不大了啊 太太 你看 你先走 先生哥哥 你来了 你真是因为吃了小蛋糕 才会不错 是啊 陆小姐一定是因为记恨我 所以他才这么做的 沈隽 把单子拿给我 看清楚了 是我以陆温暖的名义 买的小蛋糕 你觉得我会害我 你怎么会害我呢 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的 谢谢你哥 我可能是吃了别的东西 有一定的 不管陆温暖是什么样的生意 都是我护身心认定的心 如果再有人诋毁他的名誉 我会觉得其次 太太 您看 太太 您还走啊 太太 以前 确实是先生对你不好 可是他现在呀 改过自新了 我发现 自从你嫁过来以后呀 先生比以前心系多了 太太 您要是 还在生气的话 那这脱脱板 我都给您背着呢 这男人呀 有时候呀 也该收拾收拾 什么 啊 帮我把这些方法认买 哎哎 哎 太太 要去哪儿啊 去找分身女文明主 哎呀 对不起啊 小姐我 我那个 我骑车没看路 我 我没事 神隽 在干什么 夫哥 网上又这么多了 又怎么了 有人爆料 嫂子嫌威不检点 您自己看 真是一波未凭 一波又起啊 现在都说 嫂子出轨了 还说嫂子跟你结婚 就只是玩玩 已经千金大小姐 不劝男人 走 对公司 查查是谁做 是 杜如平 你来干什么 陆温暖 你不会以为自己赢了吧 你还没看网上的消息吗 网上的消息是你放出去 你不要以为盛行哥哥当众解释是为了你 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颜面而已 你以为光凭这个就能赢得了我 露娜 有没有兴趣 我们打一个 我没兴趣跟你玩这些八戏 你怕了 你喜欢搞瓷镜 我没兴趣 听说你们公司要投资一个大项目 是一个仙侠剧 缺一个女主角 你信不信 我可以让盛行哥哥跟你要这个角色呀 傅盛行 我刚开始相信你 你别让我说 陆温暖 你会输的 查到了是杜鲁萍杜鲁营 杜鲁营 盛行哥哥你是来找我的吗 是你在网上散播拿了个照片的 杜鲁营你能从我来杜鲁营你倒了就干什么 照片是我拍的 也是我二人散播上去的 是你自己撤 还是我报 已经撤不掉了 现在网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陆温暖是个婊子了 不过呢 我有事情发生了完整视频 你如果想要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 不过呢 你有什么条件 陆氏最近投资的仙侠剧 我想要女主角 听说这个项目是罗温暖的负责 盛行哥哥 问他需要一个角色 不过问吧 用一个角色去和罗温暖的声音 你明明很赚 你最好说话算好 陈总 这件事不要告诉老娘 之后我会有处 是 网上的消息你都看到了 是你的白月光度如屏做的 你打算怎么办 网上的消息你都看到了 是你的白月光度如屏做的 你打算怎么办 暖暖 你相信 取决于你怎么做 陆氏不是新开了一部剧吗 由你负责 我想把女主角 给动入屏 陆生肖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听我解释 陆生肖 你别太过分了 帮她争取女主角的位置 还说是为了我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你是这样 那个嫂子 其实不可是 闭嘴 暖暖 这件事之后 我会向你解释 不用解释 如你所愿 如你就觉得位置我会 但是 陆生肖 你也得滚 我们离婚 暖暖 你放开我 暖暖 放开我 陆生肖 你别让我太想看你 暖暖 再给我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这次之后 你要是想离婚 我会同意 爷爷身体不大好 我们一起回去吃个团阳饭 好不好 在这之前 能不能先不要提成事了 团阳饭 我会去的 但我只是为了爷爷 福哥 您要不直接和嫂子说了 知道越多 就越危险 独入平衣箭脚叉 我把他与后手 这件事 我们得立刻解决了 之后我会向他解释 他应该会理解我们 是 爷爷 这是我拍戏从青州 特意给您带的礼物 有钱啊 叔叔阿姨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客气了 叔叔阿姨 你们不觉得 结婚以后 盛情哥哥 像是变了一个人吗 你这会儿是什么意思 以前盛情哥哥 多孝顺呀 现在 人受了不说 还老是发脾气 也难得回来看看你们 叔叔阿姨 我可不是背后 故意说温暖坏话呀 但俗话说得好 娶妻娶仙 为人妻最重要的 就是善良 端庄 顾佳 而不是满脑子 都是整容 抽脂 减肥 像卢温暖这样子 满脑子都是变美的事情 哪还有点 为人妻的态度呀 盛情是瘦了 那是因为出去拍戏辛苦 至于温暖减肥这件事情 我们所有人都清楚得很 看到温暖小时候的照片 就知道 他天生丽质 要不是出了事 他现在的样子 也是这般模样 这倒是我误会了呀 小两口过的日子 好不好 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我们这些外人 就不要跟着掺和了 如瓶 你说是不是 阿姨 我去厨房帮帮可歇 这姑娘心思不振 你们当父母的 他要多看着点 爸 我知道了 你收了这礼物 不能看到该误会 赶快说起来 你说这个 为了你让我 可欣 自从你哥结婚了以后 他就老是误会我 你要帮忙我 这叫什么话 我不帮你帮谁 在我心里 你才是我嫂子 而且你就是跟我哥 最配的人 我哥这几年事业有成 还不都是因为你 真是瞎了眼了 不知道谁对他最好 傅家还有傅可欣 这样的傻瓜 真好骗 那真是谢谢你了 可欣 这不是我那个整容抽纸的嫂子吗 怎么 丑媳妇也肯见公婆了 这一生香奈儿花了不少钱吧 只可惜啊 东施孝平 傅可欣 闭嘴 怎么 还不让人说了 继续 傅可欣 傅盛小 这就是你让我来的目的 看你妹妹和杜如平 姑嫂极深啊 圣家哥哥 你终于来了 你 过 哎呀 哥 你的妻子应该是如瓶姐 而不是那个恶毒的坏女人 那我倒是要听听 冷冷是怎么恶毒 她往糕点里下毒 背后说坏话让你误会如瓶姐 还想如瓶姐的功劳 这些还不够啊 你觉得她堂堂一个陆施千金 会做这么没脑子的事吗 她怎么不会啊 她以前又胖又丑 做这些没脑子的事不是很正常吗 等等 她 她 她是陆施千金 那 那这些年 是她 一直在背后 默默推动陆施和我合作 也是她 力排众议 把我推到李岛面前 让我当主角 我再问你一次 她有没有资格当我负神经的妻子 这是家业 也是你能来的地方 只要圣贤哥心里有我 我就有资格出现在这里 就算你们结婚了 你也只能得到她的人 得不到她的心 温暖 坐在爷爷旁边 好的爷爷 温暖 你和圣贤都是我看着长大的 爷爷甚至比你们自己更了解自己 嗯 还有 爷爷身体不好 临走前 最希望看到你和圣贤相亲相爱 再生个胖大小子 爷爷 你一定长命把碎 圣贤有些大男子主义 明明做了却藏着不说 你呢 多担待着 给他点时间 我相信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有时候 耳朵听到的 眼睛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多想想 用心去想 你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我始终相信圣贤和你是最配的 不呢 如果只看那张照片呢 你可能会认为 圣贤和杜如平会有什么关系 有时候啊 这个眼见的不一共也是啊 圣贤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还是了解他 他不是那个负心的人 他喜欢谁 我还是能看在眼里的 你还在怀疑啊 所以嘛 我们就希望 你能多给他一些时间 这看一个人啊 不是说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就能看得出来的 你跟圣贤以后相处的日子还长了呢 别急 慢慢看啊 我们呢 那始终相信 圣贤啊跟你才是最般配的 多肉品 你就别装了 可欣都知道了 可欣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相信我 只有你能相信我了 这到如今你还在装 陆温暖才是帮助我哥的人 而你 我是个冒灵功劳的骗子 不是的 不是这样子的 可欣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要信我说的 你滚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 为什么 为什么连你都不信我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蛇心心肠不值得 不信 傅神行 你可知道 是我先认识你的 为什么站在你身边的是陆温暖 不是我呢 我比你认识傅神行更早 没错 温暖早就和神行认识 否则我也不会安排他们的婚事 我们也很认可温暖这个儿媳 杜如瓶 你以后少出现在我家慎行日子 总有一天 你们都会后悔的 让开 我就是个傻瓜 一直被蒙在鼓里 还把他当最好的朋友 他呀 就不是你碰着 他不知道让你上线 温暖 不 嫂子 是我错怪你 之前我一直听杜如瓶抹黑你 没想到你才是帮助我哥的人 对不起啊 没事 不怪你 都别愣着了 快过来吃菜 快坐 对了 温暖 你和盛行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爷爷 今天就别回去了 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爷爷可希望早点看到从孙子 你们再不成长 我可看不动了 爷爷 我们尽力 吃饭 吃饭 四川江 要不是因为爷爷 我才不给你同奖 放弃 冷冷 爷爷下来了命 我得玩去 睡吧 你认为要做点回家 冷冷 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你问这个干嘛 冷冷 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谈 爷爷说的那些话 难道真是我误会他了 傅盛行 最后一次 我会等你给我解释 富哥 今天要进组 这次剧本前半段在本市 但是后半部分在隔壁市 跟导演协商了一下 我出私 在本市 有必要吧 富哥 有必要 难道离不谈 我看是您离不开嫂子吧 先生 我中午去给你送饭 你看 这些才够吗 你送 那也没别人呀 陈屹 我要是记得没错 你的小孙子 前面时间来了荆州玩 我给你放几天假 你去陪陪他 我的先生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我哪来的孙子 你看你一天忙的 真是 我说你有你就有 我屁股无中生存 陈屹啊 你都这样了 你去送饭 我怎么放心啊 让我们家男男去 哎呦 我的先生 你想让太太送 你就直说嘛 你看绕了这么大个圈 真费劲 你知道什么 陈屹泽 他吃的太多了 多吗 太太 您今天有事吗 怎么了 我这老腰病 又犯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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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腰病犯起来呀 这浑身都不逮劲 这腿也烫 这手也不好使了 你看这 陈屹 那你身体不舒服 我算去医院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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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去医院了 我休息两天就好了 可就是 我中午去 给先生送不了饭 这先生 要是吃不到中午饭 他会 头灰眼花 胃也痛 肾也痛 痛不自在 你看这 哎呦 那怎么办呀 这 太太 要不 你替我去给先生 我啊 哎呦 哎呦 好好好 我去 我去 那就谢谢太太了 那陈屹 那你好像休息啊 哎哎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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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我想见 您在这儿等一会儿 附影帝马上拍完这场戏 多暖 你看 你还不是乖乖的把女主角这个角色 别老我 我说什么来着 盛行哥哥 他会帮我的 你说 怎么 你怕了 你堂堂路加大小姐 你也会怕呀 你这种人 我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 你恶心也没用 盛行哥哥对你都是装的 他一直放不下我 背地里呢 也一直都在帮我 除了你给的这个角色以外 我还有一个电影女主角的角色 也是他帮我的呢 也是他帮我的呢 你个勾引别人老公的小三 也敢赞我面前叫我 多不平 你也太把自己的 陆温暖 你得不到盛行哥哥 你这辈子都得不到他 光是那份恩情 他就永远不会不帮我的 傅盛行果然有点自己 知道实情的事情告诉你 正合不理 一个男人而已 我陆温暖不缺他傅盛行一个 别讲辩了 你要心里没有他的话 怎么不得恨他 跟你有什么关系 多平 我警告 傻子 彭总 你死在这 是小高高 我愿意说 陆小姐刚刚还打我 还把给你送的饭 丢进了垃圾桶里 他说给狗事都不给你 沈强哥哥 我说什么来着 陆温暖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现在相信我了吧 周如平 暖暖打你是你活该 还有 答应我的事 立刻办法 不 否则你知道我的事 沈强哥哥 暖暖 你不找你的大恩人 你弄我弄 来找我干什么 来还饭是吗 看不上是吧 暖暖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这么深信 我本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敬 但现在看来 没必要 杜如平现在混得风生水气 你真是帮人帮到 暖暖 你冷静点 说给你要决定之外 其他的事与我无关 你信我 那我说过的话 你信吗 暖暖 沈卷 给我封了杜如平其他资源 让他把视频交出了 说声醒 你不让我哼 那陆温暖也别想好过 帮我对付一个人 你别弄死 甚至后 给你亲 陈姨 这都十点半了 傅盛先生 先生说今天忙 所以就不回来了 明天正好去太太家里 拜访父母 好 我知道了 先生说是 看时间太晚了 没好意思打扰你 所以说 他就不回来了 学习他 你来之前 也不说一声 我刚给暖暖打电话了 让他赶快回来 结婚这么久 一直没来拜见 是我失礼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只要你和暖暖好好的 我们两个怎么都好 爸说的是 以前是我对暖暖不够好 不过你们放心 今后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 之前南南总是 嚷嚷着要嫁给你 他房间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和你有关 妈 我能去看看吗 当然可以 谢谢 谢谢 这些 都是暖暖按照你的尺码定做的 结婚以后 让你每天换一套 妈 这些 我全能带走 当然可以 你喜欢穿 暖暖看着也很开心 最近 我看暖暖好像不太开心 是不是你们俩吵架了 妈 你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 果真如此 甚险 我可告诉你 我们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从小到大 我们没让她受过一丁点委屈 我们陆家之所以接受了 完全是暖暖喜欢你以后 你在让她受什么委屈 我可饶不了你 妈 我一定不会辜负暖暖 我同意了 我们就要拿走 暖暖 你们俩出去 好好谈谈心 去吧 去吧 快去 傅生姓 我男神耶 可惜了 我男神居然和那种 出轨的女人在一起 滚 傅生姓 那些衣服没有我的允许 你一件都不许拿走 那不就是给我的吗 你才是 私了 暖暖啊 杜如瓶说的话 你就不要醒了 那你说的呢 暖暖 听我说 撤 傅生姓 傅生姓你没事吧 暖暖 我疼 不应该啊 你这都是擦伤 你不会有什么内伤吧 暖暖 如果我还活着 你会不会接受我 你胡说什么呢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不能死 暖暖 我没事 但是疼 我就叫带你去医院 暖暖 我想回家 不行 你必须去医院 我通知 我通知孙姓 他会派私人医生过来 我想回家 我带你回家 医生 孙生姓 他没事吧 傅先生的病很严重 他在小命就没了 而且 他需要 他需要人悉心的照料 进步不了 我来照顾傅先生 陈一 你腰没有点眼力尖 陈一 你腰没有点眼力尖 我的工作 就是照顾好 先生和太太 陈一 你怎么这么轴啊 傅哥 好不容易和嫂子 有独处的机会 你非要横插一脚 你早说呀 我虽然老了 这个脑子反应有点慢 但是 我不傻呀 陈一 你去熬个营养汤 我来这儿顾傅生姓 好 走吧 陈一 咱们笑我吗 有啊 陈一 傅生姓 傅生姓 你不要命了 那个车那么快 你不害怕被撞飞啊 我就是怕你有危险啊 你以后不许这么做了 疼吗 嫩嫩 我疼 嫩嫩 饿 你等着 沈卷 帮我查一下 今天那辆车 跟多如瓶有没有关系 我查到 立刻向我回报 你给谁打电话呢 胳膊不疼了 沈卷 我手头拿不起来 嫩嫩 你能不能为我去 唉 医生说你今天晚上需要早点休息啊 吃完早点睡 我想洗澡 你能帮我吧 你帮我洗 附沈翔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那你帮我洗澡 那你帮我洗澡身子 你行 行 你等着 你等着 父神教 你不是没有力气 你不是没有力气 父神教 你个大骗子 父神教 我看你不仅没事 你立起来 妈妈 昨天晚上还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 你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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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申行 怪不得那天晚上 你没有回家 怪不得 你那条消息都没有发给我 原来是和杜如萍在一起 所以 我还是错心 王总 你怎么了 傅申行 我去找你的那天晚上 你在哪 那天有个酒杯 当然带我一起去 我喝多了 然后 陈队哥我开了一间房 试试一点酒店吧 是 傅申行 我真希望我从未喜欢过 暖暖 傅哥 杜如萍利用错误拍摄 让人误会你跟他一起进了酒店 现在这条爆料 已经占据了哥他平台热搜 你能看风平急剧下降 傅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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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既然敢这么揍 那就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复 他要是敢伤害暖暖 我就让他千倍百倍的偿还 孙军 他要把暖暖接回来 傅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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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还是面子 你以为发布这张照片 就能打到目的 就算我们不在一起了 你和陆温婉也不可能做 陆家怎么会允许一个劣滋满的男艺人 跟他们的宝贝女儿在一起呢 是吗 不然你看 这热搜都挂了这么久了 陆家人 怎么一点行动都没有 这说明 陆温婉的他心里 根本就没有 不然 他怎么会不帮你撤到热搜呢 你现在选择跟我在一起 立刻帮你澄清 让你往回颜面 你呢 还是你的劣定 我们 依旧是万众主任的灵命情侣 那么这样 当然 当然 我可定好 那我等你的消息 希望你 别再让我失望 沈娟 动手 你们是谁啊 你们这是绑架 这是犯罪 沈娟 我劝你给客把我放了 否则 盛行哥不会放过你的 是吗 嫂子 你放心 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 我哥绝对找不到你 可行 谢谢你 这 嫂子 网上这些人不明真相 骂得更狠了 还把你的照片给贴出来了 哎呀 嫂子 你还是别看了 这些人根本就不懂 没关系 我习惯了 傅生 这么久了 你居然都没有说一句话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再也不会信你了 嫂子 这几天你都坐在我这儿 我哥那个傅心汉 就该好好冷落他一下 说了这么大的事 他也不知道出来澄清 看来在他心里 杜如瓶又 不可能 我那天把杜如瓶带回家了 我哥直接给我骂了一遍 我都快哭了 他还不放过我 算了 我已经准备离婚协议了 完了完了 我的好嫂子要没了 哥 哥 你怎么还不接电话呀 是吗 沈小龙哥 沈娟图谋不轨 你可要替我做出来了 不是沈娟 是我 是什么 为什么 是我让沈娟把你带到这儿了 把你所做的一切都交代你出来 我不介意给你留条好 不沈小 他从你进娱乐圈开始 我就一直陪在你身边 你 可是 你转头却娶了陆文娜那个死胖子 娜娜就算变回以前的样子 我也依旧会喜欢她 娜娜就算变回以前的样子 我也依旧会喜欢她 沈小 你说的可真深情 以前还不是嫌弃她 不信任她吗 我怕也不用跟她废话 直接拿上嘴 杜如瓶 看看你做的卧槽事 是 卢如平 那个导演都交代了 你以为靠潜规则上尾 别人会不知道 傅尚 是你和乌龙那逼我的 你们何其回来针对我 那是你咎由自去 要不是你针对暖暖 会落到这个地位 这现在证据也没了 你们也拿我怎么办不了 不是 你真当我们没有悲愤吗 把你做的事啊 都交代出来 否则你不仅做不了明信 还会被人唾弃 申败明令 沈小哥哥 你看在我这么多年 一直陪着你的身上 你就放过我吧 我保证 我保证我以后 再也不会针对陆温暖了 好不好 晚了 要不是你真功之辞 盼人想要杀死暖的 那车速弄了快 万一就不难的 那车过得还该死 晚了 是你真功之辞 盼人想要杀死暖的 那车速弄了快 万一就不难的 那车过得还该死 我没做错 把这些照片都包到网上去 我 我 盼人想要杀死我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那就从你冒充暖暖 充当我恩人的时候开始 一件件 一桩桩的全部吐出来 给我你一份离婚协议 老婆都快没了 你到底在哪儿呀 接电话 你快接电话呀 嫂子 出大事了 我哥把杜如平给绑架了 正让他认罪呢 我哥这一招也太狠了吧 陆盼人想 陆盼人想 居然 嫂子 你先别着急离婚 等等再说也不迟嘛 那就从你冒充暖暖 绷帮我恩人的时候开始 一件件 一桩桩的全部吐住 陆盼人想 打从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 我对你说我跟陆士集团有关系 你就以为那些好都是我做的 正好 我可以利用这个来靠近你 反正陆盼人他也没有承认 所以 婚礼的视频是你发展 为的就是让我们身败名裂 没错 是 那天 我去你们家 正好可以加货给罗伦 谁知道 你就信 这件事 是我对于取得的 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 我是不想我们之间的感情 掺杂其他的事 也是为了保护 你说的可真实事情呀 付一个 小废话 继续说 所以 你们封杀我 你们封杀我 我只能去求道理 他那么不好 那么油腻 你知道我有多恶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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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动我一下 我都想吐 这些都是拜你们所赐 所以 所以 你就把人猜了 让人误会 能不能出个个照片 是我 是我 可惜 新闻被你撤下来了 但如果你想要我交出澄清视频 我告诉你 你做梦 视频我是不会给你 因为我老大活该被人唾弃 所以 你有找人撞死吗呢 我看见你们两个纠缠 附身杀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恶心吗 你温暖他该死 你管 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在一起 你温暖他不信你 再说 我们酒店的机会照片拍的那么清楚 可能会信 豆肉片 我得点信 是你 是你 帮助我和男女来 咱们别遇见 忘了 忘了告诉你 我们一直在现场直播 豆肉片 这些都是你亲自承认的 现在网络上都知道你是什么德行了 附身杀 附身杀 你好狠的心 你为了多温暖 你不信毁掉我 附身杀 这辈子都不会在一起 要让你失望了 副哥和嫂子 你一定会长长久久的 拖出去 附身杀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 附身杀 娜娜还没找到吗 哦 吴哥 我让周围所有人都找遍了 还是 没找到 各位 你们见到我老婆吗 如果见到了 请立马告诉我 有重金打写 娜娜 你在看吗 如果你在看 我想告诉你 我爱你 并不是因为你对我的恩情 二叔我爱你这个人 老婆 回家吧 原来他竟然做了这么多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故意瞒着我 也是想保护我 嫂子 我哥也太浪漫了吧 看来你之前误会我哥了 这个杜如平才是坏女人 他做这些事就应该被抓起来 我做不仅澄清的绯闻 才高调是爱了哦 嫂子 你再看我 嫂子你还愣着干什么 在这找我哥呀 喂哥 嫂子刚从我这出去 你快去接她了 嫂子别动 你碰我再等 说是要写啊 就是那个合理归宴啊 反正她迟早就是我老公 就当我提前给我老公准备的礼物 喂吧 我要捧一个人 我要亲眼看她登上隐蔽 我果然没有看错她 之前 结婚仓促 已经没有向你求婚 这一次 我给你 以后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答应你 不答应你可能怎么办 我都已跟上隐蔽了 嫂子 幸好 我再轰弄丢你 那 我让你再胖子 嗯 哎 老铁们 想看副影帝在线追击的 把一扣起来啊 丢你哪有力了 来 扣一扣一啊 我再次看副影帝在线追击的 我再次看副影帝在线追击的 我再次看副影帝在线追击的